楊錦華和懷秋的感情 在穩定中求發展 之前懷秋生日 兩人還提前到燒肉店慶生 甚至傳出懷秋 已經向楊錦華求婚的消息 但無巧不巧 昨晚中午宴殺青酒 也是選在燒肉店舉行 期間明道英到大陸拍戲而缺席 全靠楊錦華獨稱大局 他還幫大家烤肉 這麼賢慧果然是代價女兒心 但是他否認 我現在進得太遠跑了 就像我剛才講 其實這個是要找爹爹的天主角 所以我沒有出生高 我一定要訂得起高 就像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會比年28歲 其實我還不擠不捨 是最好的辦法 楊錦華傳出和懷秋訂婚 連看韓國餐廳的懷秋媽媽 都不可置信 只說楊錦華很久沒來光顧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真的應該是去問他們當事人 或者是去問他們經濟公司 也許他們比我還瞭解 楊錦華現在的事業如日中天 要他洗進千華當人期 可能還沒賺夠 我現在的事情 還沒賺夠 伊電視江翔留宜採訪報導 這樣算是拒絕你的愛嗎 我年輕可以等 是他年紀才該擔心吧